哈嘍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福老師 歡迎來到我的Unity課程 那我們繼續來做黑魂復刻Dub Souls 在前這課程裡面不好意思有個bug 我還沒改掉我們就下課了 太急了什麼樣的問題呢我們先來看一看 如果你是在移動你的角色 他確實可以做出動畫的播放 可是如果你是往後面移動 然後你鬆手 那過一下他就自動轉回正面了 比如說你往右邊移動 然後你鬆手 這過一下他又轉回正面了 這怎麼回事呢 而且好像底下 底下有爆錯 所以什麼什麼 0 好怎麼辦 老師愛他一直噴出來 來我告訴你這怎麼回事 這是因為 當你鬆開你的左手的時候 Dup跟Dright終究會變回到0 那麼此時此刻你的指向向面Dbag 會是一個很奇怪的數值 所以呢 他沒有辦法指派給模型 作為他的forward向量 因為他的長度是0 0怎麼可以 長度0的向量怎麼可以指派給 這個forward向量呢 這是辦不到的 所以就出現大亂 他就轉回到原來的位置上面去了 那所以呢 有限於此 我們必須在這裡做一個限制 我們在上市的程式代碼 這一行第二次行的是去旋轉模型的forward向量 就是朝向正面的這一支向量 我們必須得先判斷一下 Pi模塊他的Dmg值 是不是大於稍微大於0 比如說大於0.1f 那如果是的話 我們再去旋轉我們的模型 如此一來的話 當mg值等於0 也就代表你完全鬆手了 那麼此時此刻這個模型就不會去旋轉 這一行就不得已執行 來我們運行一下看一看能不能解決掉上一堂課的bug 好我們現在往後走 鬆手 非常好 他現在就不會亂轉了 不會轉回去 往右走 鬆手 就不會轉回去 好亂旋轉 鬆手 很好就處在這了 所以我們把這個bug解決掉了 非常好 那麼今天的重點任務 就是讓這個角色真正能夠走出去 真正能夠往前面行走 踏出他的一小步 他說這是我的一小步 卻是你的畢業專輯的一大步 是你這個畢業論文的一大步 那最近已經有同學 做畢業論文的同學開始關注 本系列教程 非常感謝 可喜可賀 希望能夠幫到你非常大的忙 不小心 忠心的注意 好那這是題外話 來 如果你上網去搜尋 如何讓一個Unity內的角色移動 那麼方案有兩種 方案一叫做Rigibody 惡名昭彰的鋼體 為什麼說惡名昭彰 因為他不太好控制 你可以讓他飛起來沒有錯 可是他不太好控制 所以為了掌握他 很多人都繳盡 九牛二虎之力 所以第一個方案 鋼體 第二個方案叫做Character Control 這個方案是Unity自己製作的 他的運算比較快 所以比較省 比較省能 比較節能 如果你跑物理已經跑到整個遊戲 有點拉格拉格的 那麼你不妨考慮改用Character Control 這個方案 當然也是有代價 第一個 他不是那麼好控 他不是那麼好 不是隨開即用 如果你要用Character Control 做出地形營烈效果的話 那麼你必須理解 Move跟Simple Move方法 這兩者差異何在 那不然你很容易搞錯 那麼再來就是 如果你要旋轉地形營烈的方向的話 那麼Character Control可以幫助你 他可以很好的很快 你就在Move指令裡面 重新指令 搭配一個另外方向的施力 那你很快就可以實現 旋轉的一個地形營烈 那麼Character Control有一個比較強的地方 就是他可以爬樓梯 爬樓梯 今天是Character Control 可以不被摧毀之力就完成 但是VGBODY的話 會很累 你要自己寫呆嗎 你要判斷可能這個樓梯是多高 那我先試踩一步看看 如果腳抬起來發現 有地方可以踩 我就把它座標就往上推 諸如此類的邏輯要先想出來 所以呢 如果我們今天又用VGBODY來實現 而且這個遊戲裡面有樓梯的話 那請注意通常那不是樓梯 通常那都是斜坡 不說不知道 Dark Souls裡面全部都是斜坡 哈哈 那說得到你下一條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試試看吧 誒我剛才已經加了一個鋼體進來了 不好意思喔 對不起 好 那麼現在先選中Player Handle 然後幫他增補一個VGBODY進來 好 那增補完VGBODY之後 幫他把Freeze Relation都勾起來 像畫面 畫面上這個樣子喔 那有了這個鋼體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試試看了 來點選Play 把這個人呢 前後左右你可以拽一拽 然後把他往上拉起來 往上拉起來雙手 往上拉起來雙手 那麼他現在就可以受到 這個地心引力的作用了 很好 好回來 那麼我們現在呢 就是要回到程式碼裡面 那撰寫程式來控制這個RigidBody組件 怎麼做 我看這邊 找到我們的ActorController 然後在這裡 我宣告一個Private RigidBody 我叫它Rigid OK 那麼在awake階段裡面 我們直接把Regid拿去做GitComponent sorry 好 好 好 那這樣寫就可以Git到 那特別要提醒做B專的同學就是 你如果自己做的 一定會Git到Component 因為這都是你自己兜的GameObject 可是如果你把程式代碼送給同學的話 他可能亂組裝一通 那有可能這邊就Git不到RigidBody 因為他根本沒有裝那個組件喔 那為了怕這種糾紛 你取得之後都要先判斷一下 RigidBody是不是0喔 是不是0啊 是不是0啊 空指針啊 空餐罩 那 這個部分的話 由於 我們這系列 是自己做遊戲 所以我們就先 不會去做這些檢查 特別提醒大家 如果要分享代碼 一定要去檢查這些Git回來的東西 是不是空的 好 有了Rigid之後 第二件要提醒大家的事情 就是Rigid沒有辦法在Update方法裡面 調用 千萬不要這麼做 千萬不要 欸 除非你要做一些設置 那可以 如果你要移動 要加速 要減速 要旋轉 通通不能在Update裡面做 相對的 你要在Fixed Update 這個方法裡面去進行喔 好 那為什麼 這有什麼差別呢 不老實 來我說明一下 Update是每秒跑60次 這大家都曉得 它之所以要跑60次 是因為要為了追上顯示屏的刷屏速度 顯示屏就是每秒刷60張給你看 所以才會有動畫的效果 好 但是呢 物理引擎它是每秒50次模擬 物理引擎 預設的模擬速度是每秒模擬50遍喔 那麼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兩個速度根本是不一樣的 既然模擬時間點不一樣 當然不能在同一個函數裡面 所以當每次物理引擎要嘗試去模擬的時候 它都會呼叫Fixed Update這個方法 所以我們要在裡面去調用Rigid來做對應的事情 我今天先舉個例子 我透過Rigid組件齁 把我的物件座標 多增加一點點的距離 要增加多少呢 增加這個Reactor 3 001.04 好 那麼這個項量我把它乘上一個時間 碎片的時間 那這時間值要怎麼寫呢 看好要寫成Time點FixedDeltaTime 你說欸老師這不對欸 我們之前在Update函數裡面 如果你要取一小片碎片的時間 就兩陣之間的時間的話 那時候我們是用Time點DeltaTime 你現在怎麼用Time點FixedDeltaTime呢 欸 同學這不是跟你講了嗎 因為兩個人的這個週期不一樣 所以你怎麼可能會是同一個DeltaTime值呢 在Update方法裡面 它的兩陣間隔是Time點DeltaTime 是Time點DeltaTime 可是呢 在物理引擎裡面 它的兩陣間隔 是Time點FixedDeltaTime 嗯 上面這個值應該等於60分之一 下面這個值 原則上應該等於50分之一 至於實際上等於多少 都看你當下的效能 是這樣的意思喔 好 那有了這個概念之後呢 我們來存檔 然後運行一下看看喔 好 現在看到 欸 我的人就移出去了 哇 而且他還掉下去啦 救命啊 萬劫不不不 欸 怎麼會這樣子呢 我們再看一遍喔 如果你開始點選Play 那麼這個人真的會往前走 那速度就是你剛剛給的 剛剛給的 而且現在離開這個畫面邊緣真的會掉下去 很好的跟我的膠囊做一個 分手的這個 分手的接觸喔 你看這個 好 來 我們現在 呃 說明一下喔 那 呃 既然呢 我們沒辦法直接在update函數裡面 要用Vg 那怎麼樣把這個玩家操作的 控制量 位給Vg呢 好 那答案就是說 我們可以這樣做 我們先用一個private變量 Vector 3 呃 命名它叫moving vector 我們用它偷偷存起來 跟玩家相關的 移動控制訊息 那具體我要怎麼做 怎麼存呢 我把moving vector 設成一個存量 成一個向量 這存量大小就是 呃 玩家去操縱的這個 存量大小 D magnitude 那麼 移動的方向應該就是 當下模型的正面 所以我們就利用 model transport forward 利用它 乘上我們存量 那麼這樣就可以得到 呃 一個玩家的意圖了 好 那得到這個moving vector之後 我們在 vishup的裡面呢 去取代掉剛才這一箱 呃 把它直接取代成moving vector 好 完工 就這樣 來我們回頭試試看 喔 相信必定讓你滿意啊 來點選play OK 我們現在往前 移動 欸 往左移動 欸 往後面 非常好 往右邊 全部完工 啊 這麼高了 不要這樣子啊 啊 救命啊 欸 怎麼會是 喔喔喔喔喔 救命啊 各位同學 發生什麼事情 呃 是這樣的 剛才 Rigibody 在 嗯 設置的時候 掃勾了一個勾 他什麼時候變成這樣子 我都沒有發現了 好 這個也是 跟大家開個小玩笑啊 呃 如果你有做我unity講教程的同學 你會發現 我大概一加Rigibody 應該就是會 把freeze rotation這三個勾 勾起來 這是因為在遊戲運行的過程中 呃 隨著你這樣不斷亂轉 你這樣不斷亂轉 偶爾呢 你的rotation值 會出現0.00001 這樣的一個小值 那麼這個小值 出現不打緊 他對你的 呃 視覺上不會有影響 該死的就是那個重力值 到你一歪掉 如果你的重力 又持續對這物件 施雨下去的話 他可能真的會倒下去 就像你 像你剛剛看到那個樣子 所以我們剛才 倒的亂七八糟的 看起來非常慘烈 就是這樣的故事 所以趕快把這個 YZ都勾上吧 那也是一個小插曲 那現在你看 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 我就要下課了 老師有 有問題 你說什麼問題 老師這個步伐看起來怪怪的 他的步伐好像會 像米高傑克遜一樣 月球漫步 腳會往後滑 嗯 沒錯 你講得很好 這是如何產生的呢 會有這樣 視覺上效果的原因 是因為 物理上面的座標移動速度 跟動畫播放的速度 是不吻合的 所以呢 我們在這裡 我們要增快 我們的物理移動速度 那怎麼增呢 我打算這樣做 我先對外 暴露一個參數叫做 Walk Speed 那麼這個參數數值 我給2.0 好 那麼我們在後面 去組裝 組合出來 這個moving vector 的時候呢 多層上Walk Speed 好 存檔 那麼回來我們再點選運行 好 那麼現在看2.0合不合 2.0合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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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合 2.0太快了 好那我們直接從編輯器裡面調 來增1.4 好 1.4合不合 1.4好像非常好 1.4非常好 好 所以我們取消play 欸怎麼跳回2了 馬上把它改回1.4 好再次提醒大家 你取消play之後 剛才在遊玩進行中的調整 全部不算數 你必須得自己一個一個key回去 或者是你在遊戲運行中 點選齒輪 選擇Copy Component 你可以把整個組件的指先暫停起來 那麼回來之後 再把它Base Component Value貼上去 好 所以呢 我們這個WASB也解決掉了 那有沒有其他問題 有沒有其他問題 沒有問題我們就下課了 好 那這裡呢 老師有 有問題我看到了 什麼問題 你說說說看 來 老師這個人移動速度不均勻 呃 此話整講 老師你看 往前移動是這樣 往後移動這樣 往左移動 往右移動這樣 往左移動 往左前移動是這樣 那速度不對 老師 沒有啊 沒有啊 速度哪裡不對 欸 斜的移動 直的移動 斜的移動 不看起來很好啊 哪裡不對勁呢 老師你是真眼說瞎話嗎 斜向移動的時候 明明速度就比較快 證明在這裡 證據在這裡 好 呃 這個同學非常聰明喔 那我們一起看到 D Magnitude這個值喔 你看D Magnitude的值 D Magnitude的值 然後我去朝左 我往前的時候 它最大會爆到1 我往後的時候 它也會到1 往左的時候也會到1 往右的時候也會到1 但往斜前的時候 竟然會到1.414 1.414 1.414怎麼來的 我沒有射過這個值啊 而且它比1大肯定是錯了 它多加速 加速了40%欸 好 同學 這你自己親手幹的 這我沒有騙你 來 我們切換到Player Input 看這條公司喔 呃 我們那時候 在算D Magnitude的時候 如果你把D Up 跟D Right 都用1帶進去 那麼你將會得到 根號2 根號2 不就是1.414嗎 所以這件事 根本就是你自己做的嘛 所以啊 那糟糕了 那老師我以後自己做ARPG 這次斜向走的時候 一定要比較快 有沒有辦法可以解決啊 那當然有辦法可以解決啊 所以我們後面 下一節再教你怎樣去解決喔 我們會去使用一篇論文 從論文裡面得到一些 這個數 理論上的基礎 然後使用 理論上的基礎 以及公式來修改我們的 這個 Walk Speed 1.4倍的問題喔 好 但是呢 在任天堂的時代 紅白機的時代 這一點是不是問題 如果你曾經玩過紅白機遊戲的話 大概有一半的遊戲 斜向移動的時候 就是根號2倍的速度 他根本改都沒有改 而且呢 他就是要根號2倍速度 玩起來才會爽 所以 這裡的並沒有對跟錯 只有 你的設計概念是什麼 1.4是否是你要的設計 如果是的話就不改 如果不是我們再來改掉 是這樣的概念喔 那以ARPG來講 肯定不能是1.10的 所以我們在下一節教 要把它改掉 好 那麼 這一節最後 我們要做一個測試 測試成了 我們就收工 而且這個測試呢 你也一定要測 未來你自己去搭 Animate controller Actor controller Pair controller 你都要做 底下這個最後測試 是什麼測試呢 它叫爬樓梯測試 因為我今天沒有樓梯 我只有坡 所以我是爬坡測試 Sorry 我們把這個場景多加一個3D cube 然後把它旋轉倒下來 嗯 長得像這樣 OK 所以我現在場景裡面有一個坡了 好 那剛才跟大家提過 Rigibody裡面其實爬坡會比較好做 Rigibody裡面爬樓梯不太好做 所以呢 我們就也 比照黑魂的概念 黑魂裡面其實是沒有樓梯的 它都是坡 好 來 那我們就往前面移上去看看 我再靠近一點了 欸 我們走一走還會 啊 竟然滑下來了 速度不夠啦 老師 救命的下來耶 失敗 好 其實不是失敗啦 是這個坡太斜了 好 那我們今天呢 嗯 我們這個坡滑下來的問題 我們未來會解決掉 今天用個比較緩的坡 不要虐待自己了 不要虐待自己 好 坡度比較緩之後就可以上去了 而且鬆手之後就不會滑下來 好 鬆手之後就不會滑下來 所以今天呢 請你最後放一個坡度 不要那麼緩的坡 放上去試試看 看你的人物呢 可不可以站上去喔 好 那麼 有些同學呢 曾經發問過一個問題 我這邊也分享給大家 他說 老師 我看書上不是這樣寫 書上是用 Widget.Velacity 在做一些我看不懂的事情 可不可以也教我那一招 沒有問題喔 好 我們再把這個 分量位給Rigibody 的時候 你有兩種做法 第一種做法 就像我之前做的 直接一條Position 第二種做法是 直接指派 Rigibody的速度上去 喔 Velacity 那這Velacity 指派成什麼了 你當然可以直接指派成 Moving Vector 而這樣就不用乘 Time.Fix Delta Time 所以有些人就搞不清楚 怎麼有些時候要乘 有些時候不要乘 事實上不是書本有問題 是你腦筋沒有轉過來 一個是直接改位置 直接改位置就要乘 就要拿速度乘時間 另外一個是直接指派速度 直接指派速度就不用去乘 除非你是加減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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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麼這樣做還沒有做完 而且它會 讓你發現一些問題 我們來看一看 會是什麼樣子喔 好 如果我先在地上移動的話 我們現在有卡卡的 OK 好 我先用雪靈幕 好 雪靈幕 雪靈幕看起來比較蠢 所以 在地上移動的時候 呃 我是很正常的喔 但是錯誤的地方就是在於 我 嘗試的要移上坡道的時候 會有點問題 嗯 奇怪 為什麼用一用就會打卡的 好 嗯 現在 我 嘗試上坡 然後 我下坡 我飛起來啦 哈哈哈哈 有沒有看到 方緩的下降 那 欸 老師這為什麼會這樣 那彷彿地心引力不見了 來 我下坡 我飛起來啦 慢慢下降了 欸 怎麼會這樣呢 我什麼都沒有改 而且這道理上是對的啊 好 同學我們回來講一下 這道理不對 欸 怎麼不對 因為呢 你如果看這兩條的 類比性 這兩條是完全 equivalent 是沒有錯 完全相等是沒有錯 可是呢 一個有轉入 呃 地心引力 另外一個沒有 因為你現在強制把VGBODY的Velastic 調成 呃 外分量調成0了 我們在組裝這個Move In Vector的時候 是不可能會有Y分量的 我們組它出來的時候 我們組它出來的時候 是用 呃 FORWARD值跟RIDE值 用FORWARD跟RIDE Transport的FORWARD跟RIDE去組的 所以呢 這不可能有 呃 不可能有Y分量出來 但是呢 你如果直接指派上去 你就把原來 VGBODY正在乘降的速度 給複寫 複寫過去了 你這樣寫的話 不會有低線引力 而且也跳不起來 好 所以要怎麼辦呢 這邊要改一下 改完我們就下課 我們自己去組裝一個Vector3 這個Vector3的 X跟Z分量 呃 Sorry X跟Z分量 從Move In Vector挖過來 呃 從Move In V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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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過來 呃 呃 這麼高了 打錯了什麼嗎 欸欸欸 好 那它的Y分量呢 則依舊維持RIDGE BODY VELOCITY的Y值 那麼如此一來呢 就不會去複寫到RIDGE BODY VELOCITY的Y值 來我們存檔 然後試試看喔 來 那我們點選PLAY 好 那我的上坡 好 我要下 下來了 欸 走 很好 那麼這次就很順的下來了 所以呢 如果你改寫 改用Vector3去寫的時候 你要注意這件事情 那麼 節目最後呢 要提醒大家 它現在的腳踝啊 腳跟的部分呢 還沒有很好 能夠踩到第一面 那這個地方要透過IK的設置喔 透過足部IK的設置 那很具體的把這個腳掌的位置 腳跟的位置 打到你想要擺的地方 就會擺出很漂亮的姿勢喔 那這部分因為稍微比較難一點了 所以我們在今天先不講IK 好 那我們今天先坐到這邊 請大家放個斜坡 然後走走看 可以在斜坡上自由的移動呢 做為今天的收尾 好我是浦老師 感謝你的收看 下次見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